关键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赛场上 于阳在发接发方面 包括是在往前的处理方面 都是发挥了非常的出色的 那么包括他为他的队友 中能福创造了更多的进攻机会 那么可以说这场比赛 我们在赛前也说到了 这场比赛双方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平均的 而且在最后决胜局的比赛当中 于阳可以说是在往前的处理方面 是为广州队取得了很多很宝贵的一些分数 另外在中能福可以说他严肩两项 一个是男双一个是混双 可以说他在这场比赛当中 可以说是站好了最后一帮一杆 的确是这样的 中能福这场比赛显得在体能方面 有些下降 而在取胜方面 于阳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是鞠躬至尾 所以我们刚才说今天这场比赛的取胜 于阳他的功劳可能会显得更大一点 甚至说他弥补了中能福的一些失误 有些分丢得很可惜 好那这样的话前面三场比赛 男子双胆男子单胆混合双胆都已经结束了 这样的话在比分大比分方面 广州粤语是2比1暂时领先于浙江美通 现在进行的比赛就是女子的单打王林 浙江美通的选手同广州粤语的欧东尼之间的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呢 从实力上来看呢 王林是占据上风 王林这名选手呢 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 那么他是在这次的刚刚结束的一个全运会上呢 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 那么也是现在国家队的一名主力选手 那么曾经也是获得了很多世界大型比赛的一个冠军 可以说呢他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对于广州队来说呢 这场比赛是一名小将 那么也是一个跟王林大师姐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的确是这样的 应该说这场比赛可能悬念并不是很大 这样看的话双方很有可能是要打满 打满这样的一个无场比赛 最后在女子双打的比赛当中来 决出最后的一个胜负 对 当然今天这场比赛呢 确实像国书所说啊 对于广州队的小将欧东尼来说呢 今天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对 把心态呢摆得比较平和 因为广州这名选手呢 是欧东尼呢 是90后的一名选手 可以说是非常年轻 在经验方面呢 那肯定就是要向大师姐王林来学习 在技战术方面也是 那现在一上来比分呢是来到了3比0 王林领先 欧东尼是得到了1分 那么在王林这一边呢是处于顺风 那么刚才呢出界这个球呢 他们教练呢也是在场边提醒了王林 连续两个 注意一下在挑后场的时候 一些风向的一个控制 其实羽毛球的这个风向呢 顺风逆风其实对比赛的影响 其实还是挺大 尤其对运动员来说 这个就要求你在力量的控制方面呢 要更加的精细 要做到能够调节 就是在顺风的时候 我得收小一点 逆风的时候呢 我可能稍微要给一点 对 他说小将 欧东尼他的这个 整个的基本功也还是挺扎实的 在被动球方面 哎 好的 应该打得不错 非常的不错 要把比分追成了3比4 对 他面对这个 自己的这个大姐姐王林的时候呢 也是打很敢打 他心态很平稳 对 就 尽全力拼 好球防得真不错 漂亮 你看这个球打出气势来了 4比4 反而是把比赛追平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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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举办这样的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联赛 对于一些小将 一些年轻的选手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因为毕竟呢 在平时当中呢 也是很少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大高水平的一个对抗当中 又是回出了界外 对 反而现在欧东尼5比4领先了 5比4领先 这样的话 我想呢 这也是给王林啊施加了一点压力 对 你要想 正想要赢球 也不太容易 非常认真的来打 对 不容易 这个球 反手 处理的球 打的球太高 王林呢抓住了一个机会 5比5 6比6 嗯 6比6 嗯 对 我现在想 пров讲awpa 上去 不停 还不停 有没有 我现在想好 今天在京南大学体育馆 也是来了不少的球迷来到现场看球 为广州队加油 对 其实感觉这个小将欧东尼好像这名球员还是挺有潜力的 打球比较 其实一些年轻的队员呢其实他的技战术的水平都不错 但是呢缺乏的就是大赛的经验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就是有的时候交不出来的 必须是靠自己去打自己去打自己总结 在失败或者说在成功当中成功的我吸取下来 失败的呢我敢变 好球 这球的王林呢已经是连续四个 第四个挑出界外了 8比8 又出现了失误 看来现在 从比赛到现在王林还是没有很快的进入到状态 没有 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他也不利啊 对 虽然说对面站的是一个小将 但是小将是把你当成一个标杆啊 但是小将是把你当成一个标杆啊 那我今天得拼你冲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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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得非常合理 很耐心 很耐心 这有点感觉有点不像一个90后的小球员在打球 当然这个球呢还是体现出了王林的功夫 对 但是确实今天欧东尼打的真的是感觉打得挺沉稳的 对 9比9 9比9 10比9 10比11 4比9 8比9 8比5 5 6比6 9比6 6比4 5 5 6 6 7 6 失误挺多,光失误了给分,最起码在4分 10比10 好球,杀一个回马枪,正手的直线 反而欧东尼11比10领先进入了技术暂停 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点出乎你的意料 对,我也觉得 我刚刚一上来,一开始0比3 欧东尼领先